鉴于江西省内当前防汛形势,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汉应急预案规定,7月8日上午10时,江西省防汛抗汉指挥部决定将防汛四级响应提升至三级,并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积极做好防汛工作。 7月7日晚20时至8日9时,九江庐山景区平均降水量达到162毫米,达到特大暴雨级别,预总站三叠全最大超过250毫米,预计后期三四天还将维持降雨天气。 8日上午,庐山管理局紧急召开防汛调度会,庐山管理局防汛抗汉指挥部决定将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到二级,要求各防汛责任单位和职能部门按照防汛应急预案, 及时做好人员安全转移,监测水库山塘警戒水位,加大力度排查监测地质灾害隐患点,全力确保民众和游客生命财产安全。 据介绍,庐山已临时关闭三叠全、乌龙潭、锦绣谷等多个涉水景区景点,景区内游览游客实行只出不尽措施。 同样说到暴雨影响,7月7日,江西省彭泽县的一所中学400余名师生都被洪水围困,当天上午11时,水深已经超过50公分, 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,和当地党员干部及民兵应急牌组成救援队伍,利用冲锋舟、铲车等设备营救被困师生。 经过持续三个多小时的救援,400多名师生被成功安全转移。 7月7日晚间,江西省景德镇市的城区中心和周边都发生了严重内劳,部分区域水深超过1米, 消防员驾乘冲锋州橡皮艇,对不同地区的被困人员分别进行营救。 截至当晚21时,当地消防供营救疏散260余人,抗洪抢险工作还仍在紧张进行。 记者了解到,截至7月8日10时30分,7月6日开始的洪涝灾害共有南昌市、景德镇市、九江市、宜春市、上劳市5个社区市24个县市区,39.9万人受灾。 紧急转移安置3.9万人,农作物受灾面积25.8公顷,直接经济损失2.6亿元。 目前,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。